上诉庭今天针对雪兰儿斯里木达州议员苏海米 挑战1948年煽动法令第三和第四条文 其实违反联邦宪法第十支EA条文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一案 做出标干性的裁决 上诉庭法官纳杜瓦斯基宣判 煽动法令第三支三条文确实违反了宪赋的言论自由权 因此无效 这个条文阐明只要一个人发表的言论或出版的刊物有煽动倾向 总检察署就可以在无需证明发表者的意图下提控他 瓦斯基认为这抵触了联邦宪法第八和第十条文 苏海米代表律师苏仁德兰说 这项裁决将影响所有正在审讯中的煽动法令控罪 苏海米是在2011年2月7号被控上沙南地庭 控状指他于2010年12月30号在部落格撰写的一篇题为 我根据1959年雪州宪法的看法的文章含有煽动因素 抵触煽动法令第四之一条文 那篇文章主要质疑联邦政府当时没有咨询雪州政府 就委任拿多库斯林出任雪州秘书是否符合州宪法和管理 苏海米当时不认罪 苏海米之后在2014年入禀高庭 以煽动法令第四条文违宪为由 要求撤销他的煽动控罪 但遭高庭驳回 他之后把案件带上上诉庭 要求裁定煽动法令第三和第四条文违反宪法 NTV7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您的油温